香港智库组织未来香港委托领安大学公共管制研究部就特首选举进行民意调查 在3月1日至7日期间,以电话访问了1014人 结果显示,有43.9%的市民投票支持曾俊华 27.6%的支持林郑月娥 12.6%支持胡国新 14.5%表明不投票或者无意见 被问到中央因否表态支持任何一名候选人时 有69.4%的受访者认为中央不应表明支持某一名候选人 无论是属于建制或非建制派的市民 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要求是一致的 都是希望香港有高度自治 我看到就算是建制派都有超过一半 就是说自认是建制派的市民,就是被访者 他都会觉得情愿是见不到中央对特定的候选人提出 就是说我只是支持某军 连建制派都觉得不应该 我相信因为中央自己都违反了《基本法》 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错误 因为根据《基本法》都是先由港人选举 然后由中央任命 那你选举都没选举 你就讲了自己想任命哪个呢 实际上就将选举的功能破坏了 另外,调查孩子 有超过六成人认为 下任特首应该在任内重启香港的政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导 或许为 cont 먹을法 稍微 带 正